记者詹氏洪玲玲报道,同仁仁爱之家为了促进老人自立生活,开设了干载店、黑白切店、冰果市,鼓励老人家用运动达成规定工作赚钱,老人家再拿钱到小店消费,藉由生活体验与买卖交易互动,让老人身心更健康,重新找回社交能力。 同仁的愿名都是年纪较大,甚至有部分失能或轻微失智的长辈,为了减缓老人家退化速度,鼓励他们积极从事社交、复健及运动。 同仁将干载店的概念带入愿区,让老人从参与活动来赚钱,赚到的钱可以在冰果市干载店消费,让长辈与社会不脱节,生活更有动力,更能享受生活。 同仁董事长林经历表示,让长者能在过去生活经验中的小吃店自由购物,选择购买豆干、海带等购物过程,能让长者重新回到过去的感觉,可以提高生活自主意识。 老人会很自然地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好,能力恢复这个目标就能是半功倍。 林经历说明,老人得透过参加团体活动或自己吃饭、收碗盘、喝水、自己收拾房间等自主性行为来赚同仁币,而不是一般的现金,有付出就有得到。 从赚钱过程中,长辈发现从事正向事物可以得到一些回馈,可以拿钱来购物,可以鼓励他们从事自主性活动,令同仁币赚多赚少,也可让老人产。 深竞争及荣誉感,让他们更主动积极参与院内的各项事物,也让他们有回到社会及过去生活的感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